第一个我们要先了解到 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落法 今天它是一个疾病形态的落法 还是所谓的比较常见的 就是所谓的基因形态的落法 举例说明好有一些免疫方面的一些疾病 像红斑性狼藏等等的 或者是它是圆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鬼剃头 或者是说因为吃到一些某些的药物 还是说因为身体里面的荷尔蒙的一些改变 所造成的疾病形态的落法 但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 就叫做雄性基因形态的落法 这是比较是遗传形态的 就是所谓的前而往上 还有所谓地中寒形态的图 这是男孩子 那其实女孩子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基因形态的落法 举例说明就是从中间开始往旁边落 这我们叫它叫做类似圣诞树的这种 形态形态的落法 那每一种毛发的生长的周期都是不一样的 头发的生长周期是最长的 基本上经过所谓的生长期 再来所谓的衰退期 再来所谓的休止期 那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循环 平均大概差不多是两年到六年的时间 如果说非常的健康 如果非常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遗传性的一些影响的话呢 大概可以二十五个周期 也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单位呢 大概可以一百岁 但基本上呢 我们任何一个毛 头发的毛基本上呢 不大可能撑到一百岁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能活到四十 这个每一根毛可能到四十岁 到六十岁 它就不再生长了 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 那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帮助 我们要先确定一下是 它是哪一种形态学的 或是哪一种疾病形态的弱法 那我们才能够讨论到下一个阶段 要如何去来做预防 来做预法 来去做治疗